大家好,我是吃货八姐 今天说说巧克力的那些事 一,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 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美食先锋 你可能万万想不到 是康熙,吃法还有点古怪 一七零六年 意大利使节多罗到中国传教 将巧克力作为药品献给康熙皇帝 还让人写了九百余字的说明书 康熙帝皱着眉头看完 回复了三个字 再也没下文了 其实,康熙帝是按照说明书 用糖水煎服喝了一次巧克力 发觉又苦又涩 并没有中国的茶叶好喝 就把巧克力随手扔在一边了 二,中国第一个巧克力工厂 在上海 有记录的最早生产者是 1922年建厂的美商沙利文 面包饼干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及上海一名食品四产 二,中国第一个巧克力品牌 1964年 中国研究制作出第一块巧克力 1987年 中国姑苏食品机械总厂 制造出中国第一套巧克力生产的全套设备 1990年 忠良推出了国产巧克力品牌金帝 四,中国第一倍的巧克力人 1964年 他制作出了新中国第一块巧克力 曾荣获布鲁塞尔第26届世界优质食品金奖 他就是享有圣誉的中国巧克力奶奶 纪顺英 话说 你知道康希帝给当时上奏的巧克力折子P的仨字 上面写的是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